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没有多说的兴致 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的心里一下子不好受起来 一是没忍住 就开口问她 你和她 仅仅是敌人 花木兰看了我一眼 她这一般清冷光傲的女子 竟然破天荒地跟我解释了起来 她说 你不要多想 我和她关系禁止于敌人 她之所以葬在这里 也是因为她到死的时候 还做着和我阴间做鬼夫妻的白日梦 那时候 我刚刚下葬 恰逢她也因为病重即将不久于人世 于是就带自己禁卫兵 悄悄潜入到金岭这边 没过多久 她就死了 她那些禁卫兵 别给她殉葬了 你们之前在阵邪古叉 那碰到的阴兵呢 就是当初给她殉葬的 柔然敬卫 你应该知道的 在战场上 我只有一个身份 那就是士兵 和敌人 哪怕有分好的瓜葛和纠葛 对我来说 都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 更何况 多伦那时候 还是个非常残暴不仁的家伙 她三次进宫魏国 有一次 甚至都打到了 我们国都的平成之下 差一点就灭亡了我们魏国 所过之处 梅子战的城池 一定会让他们手底下士兵屠城 奸杀掳掠 无恶不作 给当地百姓带来的灾难 根本不是 你这个生活在和平年代的人 所想象的 若不是因为他们柔然人 疑似死侵略的话 我父亲又何必 被天子征兆入 我也不用带我父亲 去征战了 刚才 我只是想起了 那些战死的抛则 原来如此 我叹了口气 战争的残酷 尤其是五湖乱华时期 战争这残酷 绝对能比得上 近代抗日战争了 抗日战争 虽然打得凶狠 举国战火纷飞 也没有把中国 打得千疮百孔 十世九空啊 而花木兰 那个生活的时代 十世九空是轻的 是中国历史上 出了名的人口 大灭杀时期 何为人口大灭杀呢 一般来说 全国人口死亡 在70%以上时候 才会被称为 人口大灭杀 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 长河中 人口大灭杀的次数 有十四字 花木兰所生活的年代 就是其中之一 五湖乱华 后进王室 清点北方汉人数量 结果数据惨不忍睹 北方汉人 几乎快被杀光了 那样的残忍 我这个生活在和平中的人 确实不可能想象出来 有心想问问 他那个依偎的男人 到底是谁 最后话到嘴边 还是没有闻出 因为我不想又一次 扒开他心里的伤口 最后只能转移话题 说 到底什么时候 我才能知道这一切 等你变强吧 花木兰轻轻叹了口气 缓缓说道 最起码你得达到 你那个能对付 飞尸的朋友程度 他应该是小天师了 你若三年之内 达不到小天师地步的话 那些事 你这辈子也别再问起了 不是你所能知道的 记住 小天师 这是我对你最低的要求 因为你只有成为 你朋友那个级别的高手 才能勉强自保 最起码 可以过问这些事情了 小天师 那又是什么级别啊 我对这些事情 完全是两眼一抹黑 不过 想想轻衣的手段 我就觉得 有些犯难 三年时间呢 我就算 把一秒时间 搬上两半 也未必能走到 轻衣那个地步 更何况 我现在 除了手里这本 发球秘书上 记载一些 简单的 驱邪手段之外 对于道家法门 几乎是一窍不通的 唯一懂的一点 就是请神术了 只不过 人们法术 太过凶险 总不能 每次遇到事情 就跑去阴间 请鬼神上身吧 这一次 我请出了 白无常白二爷 是我运气好 因为白二爷 在阴间的 十大阴帅里 是出了名的善鬼 遇到他 一般来说 非但不会丢掉性命 反而面向格局 会有所改变 近期发一笔小财 不过然而是如此 我也差点 被折腾到散了架了 如果不是 血儒帮我一把的话 恐怕 我现在能不能站起来 还是个未知数呢 下一次 我还能有 这么好的运气吗 下一次 万一请出的 不是白无常 而是黑狐鬼王 罗刹鬼王 这等极其凶恶的鬼王 那我不是得直接被玩死啊 看着我满脸苦瓜相 花木兰似乎想到了什么 于是 从怀里 掏出一本 红皮现状书 递给我 说 套家东西 未必适合你 你竟然是 发秋一门的后人 那么 你还是学习 这个上面的东西吧 这东西 是先段时间 一个进入 视觉凶犯的人给我的 他私称 也是发秋一门的后人 只不过 也不知道 怎么搞的 竟然和多伦发生冲突 他一路逃到我这里 然后看看我 似乎不是什么厉鬼 与世界凶犯的 其他牧主不太一样 就把这本册子 交给我了 他说 这是你们发秋一门 变强的法门 绝不能落在多伦手里 否则再过一年时间 阳间 怕是没人能 制住多伦了 到时候 必然是 生灵涂炭的局面 他委托我 帮他藏好这个册子 千万别交出去 我和多伦本来就不对付 于是 我就答应了下来 发秋一门的后人 我一听这个 顿时 呼吸一致 连忙问道 那人长什么样子啊 是不是身高 一米七五左右 四十多岁 骨子脸 在眼角位置 有一道八呀 花木兰点了点头 我终于确定了 花木兰口中说 那个人是我的父亲 我没办法继续淡定下去了 情绪激动之下 经意把抓住 花木兰的手 他的手很滑 但是冰凉冰凉的 没有一点温度 被良意一刺激 我才终于清醒了一下 也知道自己失态了 连忙放开对方的手 道了一声道歉 看花木兰没有生气 我才终于问到 能告诉我 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吗 花木兰摇里摇头 轻轻叹了口气 说 他很厉害 一点不比天师差 但是 仍旧不是多伦的对手 我听完之后 腿一软 一屁股坐在地上 接到父亲走的消息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我以为我平静了 可事实证明 我仍旧没有从 痛失唯一亲人的阴霾中走出来 这一刻 我心中的泛起酸楚和悲伤 还有无尽的仇恨 多伦 我迟早要将其碎石万段 把他的魂魄架在人油灯上炙烤 让他永世不得潮生 承受无尽的痛苦 你这冰凉的小手 忽然抚摸上我的脸 花木兰蹲下身子 凝视着我 问他 你没事吧 看着他那一双 犹如寒星一般的毛子 我心中仇恨火焰 才终于平静了一下 轻轻摇里摇头 说 我没事 有些话 我没有说 当得知 孩子我父亲的凶手是谁之后 我发誓一定要变强 从来没有一刻 如现在这般渴望力量 杀父之仇 不共戴天 哪怕老子八子杨若断了轮回 也一定要和那个鬼东西周旋到底 我深深地吸了几口气 终于翻开花木兰给我的那本小册子 第一页 只有一个字 啥 这个字也不知道是谁写出来的 书法工地真的很厉害 哪怕是我这个不太懂书法的人 也能感受到上面的凛然杀气 我有一些心惊 真不知道 我父亲留下这本小册子 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简洁又可怕的开篇 让我心中对他 有了无尽的好奇 忍不住翻开 就看了下去 这本册子上面记载的法子 和我了解的一些道家法门 截然不同 他说的法子 就是灭鬼魂大粽子的东西 吸收鬼魂和大粽子身上的杀气 最后化为自己的杀气 杀气分九段 一段比一段强 花木兰说 如果我能把杀气练到六段 就不比轻衣差了 因为杀气破杀 对于那些阴血之物伤害很大 所以 发酵一门 真正的打鬼方法 就是练杀气 看完之后 我要先傻眼了 杀鬼练杀气 那他娘的 不是犯忌讳的事情吗 这么玩下去 得搞得多少阴魂 魂飞魄散 变成个屁啊 到最后他娘的 怕是要被阴间恨死了 死了之后 尽是八层地狱 上刀山下油锅 都是轻的呀 不过想想我父亲的遭遇 我咬了咬牙 妈的 拼了 我父亲和我相依为命 还就这么没了 老的要是舍不得 这一身肉给他报仇的话 是枉为人子 这时候 外面忽然传来 一连串的响声 紧接着 血儒的声音 在牧师外面 就响了起来 主人 那小子的朋友 打上门来了 给他解释半天 死活不听 要说 不交出那小子的话 他就让我魂飞魄散 他太厉害了 我敌不过他 我听后一愣 我的朋友 是你那个朋友 灭了飞尸 追过来了 花木兰站了起来 缓缓说道 想不到 他都挺关心你的呀 走吧 说去见下他们吧 正好 要让他们 给咱们俩做个见证 我被他这话 弄得莫名其妙的 忍不住就问他 见证什么呀 花木兰 似笑非笑地 看了我一眼 说 你以为 我给你弟的婚书 是和你开玩笑吗 在我们那个时代 婚书一出 就已经 欲为着 许佩出去了 你不接受 就是要修了我 你觉得 你要是敢修我 能有你好果子吃 您刚才听到的是 长篇恐怖悬疑小说 摸金天师 有名活人回避 想听到更多有声故事 请关注新浪微博 喜马拉雅账号 以及微信公众平台 有声的紫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非诚勿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